我们市长的期许 在钢梁上签名 随后由吊车吊上大楼顶端 象征炉竹一号社会住宅即将完工 市长郑文灿表示 这座位在大竹地区 临近大竹国中小 以及228公园的社会住宅 生活机能良好 预计将盖114户 明年7月就可以完工进驻 这个社宅基地位在大竹地区 大兴四街 周边有228级年公园 有大竹国小 大竹国中 生活机能非常良好 那么预定要盖114户 明年7月完工 明年可以进驻 炉竹一号社会住宅的设计特点 虽然是踩一两房的小坪树 但在洗手台与阳台的面积相当大 让住户晒衣服更方便 而一楼也有阅览室 运力教室 隐秘大梯也挑高4.5米 算是小而美的社区 此外还有大竹地区第一个皮肤工厂 那社宅另外盖了一小洞 不动的 我们预定做这个保姆介绍的 这个我们的居家服务中心 大概有85坪 那可以提供给我们沐浴使用 那另外也有设置一个皮肤工厂 我们能够让大竹地区有第一个皮肤工厂 炉竹目前有五个社宅基地将采分工新建 预计明年底会有超过4600户的社会住宅 为了智慧管理还成立社会住宅管理服务中心 设置智慧社宅APP 往后住户再缴费或申报故障换修 以及公共空间借用都可以使用这套APP 既然预定在明年底会超过4600户的社会住宅 那我们也成立了社会住宅的管理服务中心 那我们有社宅的这个智慧社宅APP 然后包括像缴费 像申报这个故障换修 像包括这个公共空间的借用 都可以用智慧社宅APP 很方便 我希望桃园的社宅的新建计划能够这个普及 然后能够有多样 然后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共享的 这个社府设施文化设施运动设施等等 我让居民也可以使用社宅的方便 市长表示桃园社宅新建计划将会更普及 也能有更多共享社福设施 让民众使用起来更方便 记者吴永存桃园报道